湾区红十字会执行长谈中国地震救援 湾区红十字会执行长海若德·布鲁克斯表示 目前有上千名中国红十字会的成员在现场协助救灾 他相信这些志工能力都很强 如果他们需要,美国红十字会也会派人员前往 再回答记者提问,如果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湾区 红十字会将首先做什么的问题时 布鲁克斯说,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努力进行应栽培训 并希望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能够获得这样的培训 一旦地震发生,这些人就可以出去帮助其他的人 我们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 我们要努力地做什么中国红十字会 和中国红十字会有好处 那是要标准地标准备 材料,骨子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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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骨子 和骨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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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在我们的地方 和他们在这些地方 所以当一个骨子和骨子 可以接受骨子和骨子和骨子 布鲁克斯还表示72小时是灾后救援的关键时间 但是民众应该准备足够的水、食品和手电筒等物件 保证可以坚持一周的时间等待救援 有意向湾区红十字会捐款为四川地震振灾的观众 可打电话415-427-8000 或者登陆网站redcross.org redcross.org 新唐人记者原科旧金山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